Model手捧花束亮麗登場 因2014夕陽情人節 取你愛你一世的諧音 亞洲杯花藝設計大賽冠軍的李嘉維老師 特地以布雕花為素材 設計了三款情人節花束 像是這款白色捧花 就用了2014顆水晶點綴 造價約30萬元 它經過乾燥的處理 乾燥脫水再經過上色 它特地在於說 它大概是有一個鮮化的姿態 保存3到5年 它的顏色上面 因為它經過藍色的 所以它可以做出很多 一般我們想要需要的顏色 可是自然介紹打不到的顏色 像有黑色的玫瑰 Tiffany藍的顏色的玫瑰 這是一般色彩當中 比較少有的這個色彩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藍色技術 做到這樣的一個素材 今天這個讓我還滿驚訝的是 其實它只有一個是做假花 做它的配飾 其他像是包括連這黑色的玫瑰 以及這邊它全部都是真花 這是讓我最驚訝的地方 布雕畫的花束 象徵著2014布雕的愛情相當具有看頭 如果有興趣 11號下午2點也安排DIY的體驗教學 鼓勵民眾創作屬於自己的情人花束 而響應這場活動 中華花藝協會去年也從全台60位花藝家 選出15位進行櫥窗花藝競賽 參賽者以童趣為主題 利用巧三創意 讓商業化的櫥窗布置與花藝完美結合 那這個作品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多空間的一個層次 很多空間很迷幻的一個想法 它是一個夢境的感覺 像我們小朋友的風群 懸回來當中 這個夢境迷幻的感覺呈現 這個商品的主要的氛圍和故事性 所以它這個比賽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好評 它就是有一些造型 然後它做的算蠻工整的 還有色彩 色彩搭配的很好 它有一些動感 一些裝飾的東西都很好 每件作品都是花藝老師 以一天的時間打造完成 讓花藝襯托出溫馨與溫暖 而不雕花的情人花束 連同這些櫥窗花藝 配合2014全國藍花 暨花季花藝設計博覽會 在台東世貿中心登場 時間直到12號為止 民眾可要好好把握機會 記者裡講的鐘 猜不到 請到這裡 還有一個評論 找那些頭 把工作 吧 不單聽 請到這裡 請 Ih 請到這裡 感谢观看